今天很開心,馬車的粉絲見面會 有很多很關心、很支持我的年輕人 心裏感到很感動、很溫暖 同時也想多謝大家,我會繼續努力 一定會繼續努力,拍多些高質的製作給大家看 多謝今天來臨的妹妹朋友 希望你繼續支持我,馬車 希望我無論在演藝或人生上,都可以多些突破 未來我會有首歌,拍MV和我製作的電影 誠意邀請鄧月平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接受香港01訪問時,我跟她很純潔 其實當年我們並不是純潔 我們是發生了肉體關係 我想想想,我決定要去說出真相給大家知道 話說有一晚,夜蘭人靜的時候 鄧月平說馬車來 當時我們在一個公園裡 我說這不是很好,這是一個公園 然後她說,夜晚都沒有人 始終是公眾地方 鄧月平之後就說,你是不是男人來的 婆婆媽媽 之後我們就,大家都脫衣 然後她就說,不要那麼大力 馬車,你很壞的 人家第一次,我說我都第一次 不是很懂得就道力 月平,我真的不是很懂得就道力 她說,以後多訓練你 技術就會好些 又會溫柔些 我就說,好,月平主人 以後聽完你說,你說怎樣就怎樣 後來很多人都八卦想問 究竟鄧月平對波是真還是假的 其實我很想在這很負責任跟大家說 以前我就拿過 但是她是完全沒有波的 就算她之後發育那幾年 都不會可以發育到現在 那對空步是那麼大 大家看到她之前那套 穿的那套DB是 對她的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她那對絕對是一對假波 我覺得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大家都看得出的 但是既然這麼多人好奇問 我就說出真相 她是完全沒有波 她是隆了空 當時她問過我的意見 她說想隆空 我說不好 就算沒有波 好像阿薩一樣 阿薩也沒有波 但是她都很棒 到現在都是銅顏 又 不過就沒有雨 但是都很棒 很清新 我說你不要隆 這樣你就 沒有意思 但是她都堅持要隆 為了要去黏上富二代 簽了一些老闆 就是她為了要上位 就去整了自己的身體 那然後 所以我其實都 就算後 開頭那時候 不是她跟我分手 因為她說想 更上一層樓 她的事件是事業 我已經幫不了她了 就認識了一些富二代 有錢仔 認識了一些老闆 但是我都不會再喜歡她 跟她一起 因為我不喜歡一個 濃了空的女人 其實近期我經常說 放不下她 放不下她 其實老實說 我就是想去 讓大家知道 我其實都想 怎樣說呢 我想她好好去反省一下 自己當年怎樣去傷害我 就是我人生最寶貴 第一次給了她 然後她照完就鬆 就是 就是 很多人經常說 你這些很多狗公 騙犯 其實我真的覺得 很不公平 就是什麼女權主義 你們這些狗那 騙犯 騙犯得不行 為什麼沒有騙犯 永遠就是騙犯 我們狗公騙犯 你們這些狗那 騙犯得不行 你們這些女人 色情色上來 更色淫賤 更淫賤 我真的很認真 這些 那些 很淫賤的女人 但又要扮得很死 可能純情 有些道德 總之就是半仁半雞 所以鄧宇平是受到你失望的 你之前那些新聞 你竟然就 為了衛保你的星徒 你就竟然寧願 不承認我們那段戀情 那就不要緊 始終 你的第一次 是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你是給了我 我第一次都給了你 你不承認都沒有用 至於你有什麼心計 或者你有什麼 都好 都不要緊 反正就是 我們一些親密的床照也好 或者什麼 這些就是 我會尊重 無論你 我這個私隱 我絕對不會公開出來 我亦都沒有想著 你這個可以放心 那你都 祝你繼續 做你星女郎也好 你喜歡出賣肉體 出賣靈魂也好 你繼續 這個是一個很 是的 沒有所謂 但我想跟你說 我對你已經 其實一點感覺都沒有了 我之前作的情歌 其實就不是作給你聽的 不過就當時 就因為 就是 我跟你之間 私底下 有些發生了些事 所以我就想 特地去做新聞 給大家知道 我跟你一起過 確實這也是事實 我跟你一起過 但你又死口不認 那我那裡才生氣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已經對你沒有了感覺 放下來了 我 就是 之前其實我一直有一位 就是 我一直都有一個女朋友 但是她從來都沒有浮過上水面 一直都很關心我 她都很喜歡我 但是可惜之後 我都是覺得 可能跟她之間都是 不是很合 所以都和平分手 而接下來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就是 鄧月平就算了吧 唉 我和你 一個這樣的假波假人 真的對你沒有興趣 你都不用只意 想在我身上 可以有些什麼宣傳 幫到你有些什麼流量 這些東西是沒有的了 對你很失望 很深淡 那接下來 我會全力去追求 黃敏馳 今屆的香港小姐 其中一位參加者是黃敏馳 因為我覺得她 怎樣說呢 就是很 嗯 很有趣得來 又很真 那個人 真得來 又很 Cutty Cutty得來 又很 總之很有那種初戀的感覺 那我會和她去 嗯 嘗試一下 我們地下發展一下戀情 因為其實我和她之間 不說那麼多給你聽 總之就是 對 對 難道我 對 對 難道我 吃過蔡司貝裔和你們說嗎 是不是呢 很多事情都 都不想和你們說那麼多 反正 大家去密切關注 留意我 接下來的很多的作品 和很多的活動 無論是鍾培申 林作 鄧月萍 鄧月萍不要她 是的 周星馳都有找我的 少林呂竹 我不能騷擾她 我一向都不喜歡周星馳 我喜歡周韓發 還有怪物 日本那套 《視之愚和》 接下來要拍《怪物2》 找我做男主角 那 我都苦練了日文 是的 希望可以 令到她 她很有深度的電影 第一集 所以第二集 我想 希望她 找對方 我會幫她這套電影 更加 搞好些 更上一層樓 是的 接下來 都會和很多的 巨星合作 周健林也有找過我 是的 你們可能覺得我有妄想症 沒錯 其實 其實可能我真的有妄想症 多謝你們聽 都聽到一條 你們可能覺得一條 那樣子 在那裡交流了百分幾鐘 你們都繼續會看 多謝你們 如果你們繼續看到現在的話 無論其實 可能很多事情 有時是四成真 六成假 或者七成真 三成假 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真真假假其實有什麼所謂 有什麼在意 你們當是 反正你們這些香港人 都是喜歡去吃花生 去喜歡去看別人有些什麼 我發覺我的真正面的東西 正面的作品 你們不會關注留意 最多人點擊 就是看我 去挑中培新機 或者我在街上 跟人吵架打架 或者我和鄧月平之間 你們最喜歡看這些 吃花生的東西 那我就迎合你們 我就說一下這些 你們覺得 那個人之下 又討論 你們香港人心地差 喜歡看到這個香港 有些社會 有些紛爭事件 有些 最好在街頭打架 或者這個和這個 那些緋聞 這個又不知什麼 那個出軌 出軌 你們就喜歡看這些東西 這些那麼膚淺 低劣的 大部分 垃圾香港人就喜歡看這些東西 是的 從來一些很正面的東西 我自己作的歌 殺死我的感性 你有聽過這首真的改篇歌 改篇周杰龍的風 當然沒有聽過 殺死我的感性 去聽一下 劉馬車殺死我的感性 這首歌 你們不會欣賞我的音樂 所以我很失望 但是不要緊 我都會繼續努力的 那麼最後 招牌吊聲好嗎 多謝